这扇门里头是南投医院专责加护病房 收治重症患者 日前一名患者喘不过气来昏迷送医 诊断出铜酸中毒 裁剪后也发现确诊 幸运的是最后康复出院 胃脑素不足的时候 就在代谢上产生问题 就可能产生一些铜酸的一个堆积 铜酸中毒的病人呢 有时候会有呼吸啊 或是行为功能的影响 那严重的时候 甚至会一时昏迷 会产生一个生命的危险 糖尿病患者铜酸中毒 是胰岛素分泌不足 葡萄糖无法有效进入细胞 身体为了产生能量 开始分解脂肪 造成同体快速累积 血液呈现酸性 可能会出现昏迷 休克甚至死亡 患者是40岁的男性 本身有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疾病 没有按时服药 他喘不过气 昏迷送医 诊断出是铜酸中毒 同时发现COVID-19阳性 转送专责加护病房医治 康复出院的消息 让医护人员觉得辛苦有代价 这名患者服药不规则 也不知道自己确诊 感染发烧的时候 血糖升高 并发糖尿病 酮酸中毒 确诊的一个患者 虽然大部分都是轻症 那还是要注意 我们这个血糖的一个控制 包括说我们这个血糖控制的药物 饮食跟日常活动 都是息息相关 医师提醒 确诊患者不能因为轻症而疏忽 尤其饮食用药 都会造成血糖高低的起伏问题 一定要注意 TBS新闻 陈家贵里陈佑无数评 南投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